我们来看一下 这把游戏掏什么呢 聂西是放出来好几次了 就给我们看看的了 也不知道是真掏假掏 阵容的话是一套很脆的阵容 这个阵容我觉得游戏隐私是掏不出来的 这把阵容掏隐私就坐牢了 掏了个蜘蛛 蜘蛛打这套阵容还蛮不错的 医生的血都不一定补得起来 医生的血都不一定补得起来的 这个阵容 其实穷者这边的容错率还是蛮低的 但他们可以选择什么的卖掉 但是呢又因为我们这个比较娱乐 他们应该不太会卖 这把我还蛮期待医生的发挥的 这个ID看起来就是一个绝活医生 那个医生是S舞女S空军 啊 哦那机械是S舞女还是 哦机械是S舞女S空军 看一下这把应该是组抓这个机械师的呀 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这个机械师是S1的空军 我记得上周的时候我们挑战赛他来过的 这里上来抓医生嘛 抓医生虽然说我说说是这医生对吧 但这医生飞轮双坛 你还别说好像有点机会走比抓机也是好 抓机也是其实这局蛮单调的 就针对这个机械师挂飞了以后 去打一个那个三人残局 然后看多留几个嘛 但这把的话抓医生就不一样了 双方的这个操作对拼还是很精彩的 一连落地好这边跟过来 这刀飞轮飞轮直接交嘛 其实这个飞轮留到后面去补状态会不会好一点 就是留着后面 因为他现在这个飞轮胶就是进一个点了 吃一刀的话也行嘛 反正就没什么问题 至少多进了一个点这边闪现过来一身就没了 等于是还是没有时间补状态啊 闪现一刀好的 机球手这里不太能打得下来的 因为这边的话蛛丝步的太多了 蛛丝步的太多了 这个位置甚至机球手可能要吃伤害的 一球打掉那球先踩 踩完以后看你你敢再过来呢 我就过来找机会打你了 这一身飞轮的 这一身飞轮的这一身起的很快 队友在摸 其实我觉得当时B掉一颗球以后就应该回头了 那这样的话一身起来这状态能补吗 方向判断反了 不太好说啊 这个局 医生这里等于说又多拖了一轮 而且机球手就吃了一刀 被踩了一颗球 换回来的这一轮时间要知道的是机械师在外面双修的 机球手又要来了又要来了 这一身而且是没教自己的 这一轮的话就把这机球手抬了 感觉都不赚啊 一口猪丝没吐过 回头 挂上一身 然后这边的话佣兵 薄命一波套 密码机总量已经三台半了 这轮还是我觉得前期那一波最揪手 最深了 最过头了 节奏上面亏的有点多了 一口猪丝土 好的 压住这边机球手的血线了 佣兵的话 对游戏来讲呢 要翻盘 双导都翻不了了 双导都偏向于一个私人开门战了 他这里得打什么呢 他得打一个一口加震慑 一口猪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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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反手 反手唯一的机会点 唯一的机会点 这道我就不错 毒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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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 哎呦 这机球手 这机球手这一球打上还蛮关键的 让优民有机会把人给捞下来了 两个人抢起这台机子 回头管 回头管的话外面医生是无所谓的呀 这个医生倒地以后交拨自起状态补满 然后跟你不见面 机械师待会来救人 优民外面重新起台机子 这个优民外面重新起台机子 遗产机不能补啊 这遗产机不能补 他把医生摸起来 然后两个人状态补满都可以 这机就是摇下来了 起爆发 等等我看一下天赋 先看这人操作 这颗学没打中 飞轮交掉 但是身位上面来讲应该还是要倒 击穷手带三摇 我的老天 这天赋也是没想到的 这边两个人在补状态 机械师外面重新起机子 可以 这把的话穷者应该是奔着四伦开门战去 但是呢毕竟是个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看穷者这边怎么打 看着地下室怎么打 穷者这边的话 机械手带会应该是要过半的 就即便打出四伦开门战 这机械手也是过半的 球被踩掉没有飞轮 开门战针对掉 以后挂飞 然后再留人平局 我觉得对蜘蛛来讲还是不难 现在呢 机械师这边的机子 能修掉 机械师的娃娃不知道 待会儿能不能贴门 他这个电量好像是可以贴门的 哇 这边还有个娃娃贴门 是有点关键的 这娃娃贴门是有点关键的 这里看怎么救人了 机械师也来了 让医生压机子 两个人一起救 我们进度给到机械 佣兵的话那边进地压师 马先把蛛丝全部吃掉 这里佣兵的蛛丝 吃的有点多 打一刀 逼你救 知道机子可能还没好 70的机子接门起爆发 两个人强行扛刀 吐一口 侧边刀气有没有 这个闪现不太感觉了 两个人关门 两个人关门 三人绕 一口蛛丝慢慢吐 说实话在这边慢慢吐也行 就慢慢吐 密码机压好了 四人开门站了 亏就亏在那波追击手手 让这个医生起来了 再吐 不着急啊 这边球者得扯蛛丝了 这个机压手是个挂飞 慢慢吐吧 慢慢吐 慢慢吐 吐傭兵吗 吐傭兵这机压手就走了 游戏还是想要赢啊 他这边管机球手是可以保平的 一口蛛丝吐中 好这傭兵慢的一塌糊涂 然后你们不亮的话 我就再把他挂进地压室 机压手这边没有球的 机子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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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手里有两个货币 哇这一轮的话 机球手这个 唱了一手空城剂 过来 有飞轮吗 没有 这个机球手属于是唱了一手空城剂 游戏估计也忘记到 到底他手里面有没有这个球了 他就假装自己有球过来吓唬吓唬你 然后以至于佣兵这边 一波没管 倒地以后直接亮机 那游戏现在手里面还有一个闪现 门是开了 机球手这边娃娃顶出来 娃娃顶出来 佣兵跳护壁有闪现的 可以留人吗 哎呦我天 我给力啊